好,现在我来展示一下我最近买的相机 这就是我买的相机 我是从Photo Warehouse 这是新西兰的一个很大的 也是最大的吧,应该是 我知道有两家,一个叫Oakland Camera Center 一个就是Photo Warehouse 就是这两家,因为奥克兰又是最大的城市 所以这是他们的袋子 这个就是我买的 我已经打开过了,但是我还没有设置过 这就是我买的相机 我把窗户打开一下 这是我买的相机 看,它是索尼的啊 Sony 是4K的 但是我现在我的电脑太古老了 所以处理4K的视频文件应该还是不行的 所以我通常还是拍1080P的吧 高清的 它是FDR-AX53 这就是它的Model,它的型号 是这个样子 都有一些什么呢 都有一些什么呢 4K呢 1080P呢 这是一些配件可以买的配件 这是介绍它那个光学防抖的 哦,这里有很多它的特性 如果拍摄静态图片的话 它是16.6MB 就是16.6MB 4K的话 可以有30倍的变焦 如果是高清的话 有40倍的 嗯 嗯 26.8MB 这是用35毫米全画幅 那种所谓全画幅的 那个俗语来讲 它的镜头呢 最广角端呢 是26.8MB 嗯 全高清 NTSC格式下呢 就是120毫米全画幅 120毫米全画幅 POW是100毫米全画幅 还有一个 嗯 还有一个 这是 手动变焦环 好 打开看一下 我已经开过了 嗯 但是还没有设置好的 这是英文版的说明书 这是一个日文版的 这也是说明书之类的 这是可以 可以买的索尼的一些 零件配件 嗯 嗯 这是各种文字的说明书 嗯 好 就是这个 我一样一样拿出来看一下 这是充电器 这是用来充电的 你看 这头是插到那个 嗯 相机里头的 这个是连接到交流电源 这个应该是插到这里的 嗯 这是这样子 嗯 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插到这里的 不一样 这应该也是电源线 只不过它这个接头是跟这个不一样的 这是新西兰的 这个不知道是美国还是中国的 是HDMI线 它可以连接到电视上 哦 这是USB的 USB的 这个是电池 MPFV70A 那它是原装电池 原装索尼电池 这个叫做FV70A 我看到网上呢 还有一种呢 是 就是FV100 FV100应该是比它很大的 我已经从一个网站上 香港的网站预定了一个 估计再过两周就可以寄到了 到时候我可以对比一下这个电池 哦 现在就是最激动人心的就是这个东西了 这个就是索尼FDR-AX53 就是这个东西了 你看 4K高清的 16.6 拿到手里的话是这样子 我把电池装上去 你看 是这样子 这个电池比较长 如果我预定的那个道 我估计可能要到这个地方 会很长的 所以它有一定的不方便的地方 不过好处是这个电池可以拍两个多小时 那是非常长的时间 这种是传统的摄像机 传统摄像机的好处呢 就是它设计的初衷就是用来拍视频影片的 它跟现在像我现在这个用来拍的呢 这是叫做Panasonic Lumix G85 那这个视频的这个电池时间用的很短 很快就没有电了 跟这个比方 这个是用的非常长的时间的 我来看一看 我还没有设置过 所以刚好我现在可以设置了 这个摄像机的特点就是一打开这个盖子呢 刚才这样一打开呢 它就启动了它的这个可以拍摄了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就是开关键 现在开关是这样子的 这就关掉了 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 就开了 现在是开了 那好 那我就设置一下吧 设置以前看看 这个是拍摄键 这是拍摄键 这个呢 是变焦的 W就是Wide 广角 T就是长焦端 Tele Telephoto 看 这是这样子的 我听说它的镜头会动呢 我现在看看动不动 看 可以看到吧 当我这样子在动我的相机的时候里面的镜头一直在动 在浮动呢 这就是它的光学防抖 好 现在我看看怎么样设置吧 菜单 这就是设置 这个设置是指的那个拍摄的设置 我现在呢 是要找回那个最原始的设置的地方 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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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设置 语言设置 哦 没有中文呢 很奇怪 那我就选英文吧 哦 中文也有 简体 繁体 我还是用英文吧 因为我很多资料都是英文的 OK 好了 24p的 24p 先暂时用24p吧 哦 不小心我都关了 我重新开吧 好 再次回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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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大会用 因为我打开过了 所以我对于当初第一次设置的话就好了 现在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设置了 英文已经设置好了 电池 哦 这里 按电池的话会显示电池的电量 你看 还剩下 149分钟 你就是如果你打开这个叫什么 翻转屏的话 还可以有149分钟 挺长时间的 好 我回到原始看看吧 这是reset 重置 是reset 我回到原来的原始状态 重新设置一下 看看 我把它合起来 然后再打开 好 英文设置好了 下一步 啊 好了 嗯 再回来 现在是伦敦时间 现在是伦敦时间 我要找到新西兰的 现在这是中国 嗯 香港 新加坡 北京 TOKYO 日本 汉城 美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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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尼 索罗曼 群岛 就是这个 威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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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下时制 所以我改成下时制 所以我改成下时制 时间呢 我用我们新西兰常用的 Date Month 的一个 日期 月份 还有年份 我看看时间吧 6点36分 今天是几号 12月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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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 6点 6点 36分 36分 37分 好了 它是要上网的 去上网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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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软件 可能是用来跟那个手机 跟手机进行WiFi连接的 这个不能上网吧 这个不能上网吧 这是下一步了 应该就可以了吧 嗯 我暂时就设置到这一步了 然后呢 然后呢 Shooting Mode 这是拍摄模式 电影 照片 还有那个延时摄影 也都可以 哦 这个 这个 这个是用 菜单来调整 白平衡啊 呃 测光啊 对焦啊 这些内容的 这些内容的 可能也花多点时间去研究它才 研究这些设置和 呃 研究菜单才行 好 呃 这是 这是拍摄的 具体一些模式 包括这个文件的 大小文件的 像这个 你看 XAVCS 这是4K的 我呢 只能拍这个了 就 SHD 跟AVCHD 是这个 我要拍这个 这个是高清的 都是高清 但是这个的文件 更 信息量更大 好 那我以后就会拍这个 好的 也就是现在我设置成的是 就是拍那个了 嗯 这个 Cak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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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好 好 好 嗯,变焦速度还是很快的 哇,里头没有卡,所以只能用来看,但是不能正式地拍 我看看,拍下我,看看我家的那个闹钟 我最满意的地方就是它的变焦很平滑,还有它的稳定性也比较好 不像我目前的这个相机正在用来拍摄的这个机器吧 它对焦很慢,很虚化的,不像这个机器呢,很快 我可能将来会比较多的用它了 好,我暂时今天就是开始设置算是我的第一刻吧 就到此为止了 这个机器有一个好处是盖子自动盖上 我会买一个UV镜,其实我已经预定了,但买到UV镜放在前面 这样子可以保护这个相机的镜头 因为这个的镜头是不可以更换的嘛,只能一直用 我们的锦队就能够抹起来到了 这一个层的镜头 现在是平在地上的镜头 我现在我们的镜头有没有 搭建的区别的镜头 我需要线了